君臨管政府 今天是卡丁协讯台首六庆十三座修图团操作 以及基科政的典型 其实前两天没了的起电公司跟君臨管政府 也在在经济部的建政之下好上潜入 令官争行的比望路 不过在卡丁管府协讯台首基科政的典型 传播团队也在第一时间跳出来批评 关注李晋永也表示 这就是君臨管对受图团的关系 已经是掌控最严格 但是这需要计划行政 希望传播团体可以理解 君臨管政府 今天援手合法六位七位告解 台首六庆受图团与抗政总共十三座 并对外界的图团不罢喊这一 君臨管政府正表示 不分图团人数注定停滑 但是管府用法律来犯罪有法度处理 自治条例都被宣告无价了 我能够用行政命令来达成竞商的务必吗 这是一个普通的法律常识 那云英县政府是对于这个电厂燃煤 我们是采取最严格的管制的标准的 我们这个严格的管制的标准 让企业他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每一个管制的措施他都跟我们提起宿愿 然后行政诉讼 我们希望环保团体社会各界能够看到云英县政府的这个努力 在虚空前 柯定合法银店进行 环林管理长其实也清楚到台北和台所雅庆主管 趁有任何专行逼忘录 理长表示 不敢说这是环林为宣布向前一段报 但是希望大家好上告诶 我们已经跨出能源转型非常重要的一步 台所雅庆愿意配合 这个会带动连锁的效应 其他的民营电厂你要不要配合呢 这么大的一步 我们是不是大家应该要共同的珍惜呢 即使在全世界能源绿能的模范国 德国来讲 他的能源转型也不是一步到位啊 他也是逐渐的去推进啊 环林管政府柯定合法6轻轻口 前的消息集团阻和官团人数都非常不满 广空去无量行动人民就一个公司的评计 上星期六环林管有很多青人参与反对邮行 表示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企业 在广告台都实在缺冠民这个度限 他们的行为里面 我们看到整个蓝绿的政权 所做的有关国家发展 跟能源的政策都不一样 所以一方面我们已经在准备治疗 然后要以请监察院调查李靖勇县长 还有李应元署长 是否跟财团有不法的情势 王立平说了 如果签的问题怕到现在 已经不然是可下行法律的问题 要静地改立 如果将青人的优先没法改变大困境 不对的事情 以后就更加大型的优先 怕将街头为大家健康继续控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